洪耀福有没有跟你或者是NCC的人 关心静电视深造爱 有还是没有 没有 他自己承认的 说他有以民间人士身份 在府院有共事之后 去帮忙跟NCC沟通 那上个礼拜 我在总咨询播放的录音带 甚至府方的人 他是用洪耀福做代表 去告诉沉耀长说 你不要以为 那18号公投 如果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他会换行政院长 然后这个案子就可以拖 这个是总统的旨意 不是行政院长的旨意 那我要问你 裴伟说的这些话 你认为到底是裴伟在说谎 还是苏贞昌院长的 否认介入的说法在说谎 你要不要去跟裴伟提告 告他散布假讯息 好那你发现人家在诈欺 或者是讲假讯息 你也是可以告发 你为什么不告发 你是独角 那基本上来讲都已经分案了 我是告发 提照配合就处理 你也可以处理的 洪耀福有没有跟你 或者是NCC的人 关心静电视深造爱 有还是没有 没有 他自己承认的 他在今年3月 接受媒体采访说 他有以民间人士身份 在府院有共事之后 去帮忙跟NCC沟通 这是洪耀福自己说的 主委我实在不懂 你这样子绕来绕去 我问你他有没有找你沟通 洪耀福有没有找你沟通 你要问洪耀福啊 如果没有洪耀福也是在碰碰 也是在侮辱你们NCC 那你要不要对洪耀福提告呢 各界的人陪委 洪耀福他们都公开说 对NCC施压 对陈耀祥施压 那你都不提告 从头到尾 你都是尊重 你都不主动调查 到底是洪耀福说谎 还是裴伟说谎 还是苏贞昌说谎 那请检察官去调查 所以你从头到尾 你都不调查 人家侮辱你 你也不调查 저기我 这是问洪耀福 你都不调查 东西